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啊 感谢您 我们哥俩是青年演员 小时候老见他练功 还有个比我厉害 照着一面大玻璃背绕口令 练嘴 唐唐唐唐唐 被弯要求玻璃上面不能有口水 要求非常严格 我搭档就做到这点了 找着玻璃唐唐唐唐 被弯玻璃上面一滴口水都没有 练出来了 都是血知道吗 我得多玩命啊 真玩命下功夫 练吐血了不至于 这行业必须得脚踏实地 不是 这我明白啊 当然了 别的行业可以啊 人家可以走捷径 我们这不行 不是 什么行业可以走捷径啊 你比如说 唱歌 唱歌 唱歌走什么捷径 人家有假唱啊 哦 对 确实有那个假唱的歌声 对啊 那咱这个 假说 咱这个假说 活活累死知道吗 那倒是啊 口详都对不上你知道吗 那可不没办法呀那是 所以呢 我打算 嗯 放弃 那你想干嘛呀 干点别的 做什么呀 走点捷径啊 唱歌 这多好啊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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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太简单了知道吗 怎么太简单了 你还想唱歌去 对啊 我告诉你 你要想唱歌 首先你得研究这个歌星啊 歌曲啊 我告诉你 我喜欢的歌星知道吗 您喜欢哪位 赵雷大伙都知道吧 这大伙都熟悉 有一首歌叫成都 听过吗 赵雷的成名曲啊 听听吗 给大伙唱唱好不好 这有意思吗 给你唱唱 那你这说来就来 听着呀 那你给唱两句 成都啊 好嘞 让我在成都的街头 走一走 知道所有的党斗 熄灭也不停留啊 你会弯折 我的衣袖 我会把手揣进 你的裤子啊 走在鱼林路的尽头 哎呦呦呦呦呦 哎呦呦呦啊 坐在小酒吧门口 哎呦呦呦呦呦呦 这不是人家原唱不是这么唱的 您这不是给人瞎改的吗 我告诉你 你说话负责任 怎么了 我这能是瞎改吗 这还不叫瞎改呢 我改歌那也是有套路的知道吗 这改歌有什么套路啊 悲伤的改成愉快的 传统的改成现代的 正常的改成变态的 好嘛 最后一个还是正常改变态 怎么样 您快打住吧 有你这么改歌的吗 反正基本上变态的我都可以 不是 我不听那个 怎么了 您这要改您有没有好的作品 哎呦 我给你举个例子 您要有好的我们听听 悲伤改愉快行不行 悲伤改愉快指着什么呀 你比如说啊 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 你听过吗 这歌好听啊 好听吧 对啊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可惜不是你 哎呦 陪我到最后 听着还有点忧伤的感觉 太伤感了 这怎么可以 你的爱情都没了 为什么要随波逐流 那你什么意思 你要亢奋一点 这怎么亢奋呢 听过刘欢的好汉歌吗 大和向东流 可惜的不是你啊 不是你啊 不是你啊 嘿嘿不是你啊 嘿嘿不是你啊 你在家里 刘欢老师那动作 没脖子一甩枪 嗯嗯嗯 这都不活 你想想在MV上 好家伙 梁静茹从镜头出来 当当当当当 这不活吗 还行行行行 好不好 这还可惜不是你呢 对啊 这应该是幸亏不是你啊 哎呀 这是你谁受得了啊 这个 不是我说你这人有完美吗 没有你这么瞎改的啊 怎么了 您这改的乱七八糟的 我还真不爱听 我这歌不行 你这歌不行 你不服是不是 你这我服什么呀 今天来了这么多观众啊 哎呦 当着各位啊 你说出一首歌 我当场就给你改 哎呦呵 那我还不难为你了 怎么着 给你挑个最简单的 你甭说那没用的 你来吧 最简单的啊 周杰伦的双截棍 哎呦 周杰伦的双截棍 就这歌 就这首歌 完全没有难度啊 还没难度呢 对呀 周杰伦唱歌的时候 嘴里面吐噜吐噜 听不清 好嘛 我要唱你歌来 嘴里吐噜吐噜 周杰伦都听不清 你信不信 你比他厉害啊 那是 今天传统加现代 我用快板给大伙唱一段双截棍 好不好 几位 哎呀 你听听 这人疯了 快板唱双截棍 张得开嘴 双截的厌务密码 个壁是过树罐 天里面的妈妈 桑杂的有三 短脚唇脚武术老板 练血杀刀爽呀 加枪 一弟子够不散强 还有信重道德普三 他们的二字我习惯 中笑就二楼目染 什么道歉 跟棍包我的耍得有模有样 真被其最习惯的 双截棍尔柔中戴高 想要去河南树杀学少林 跟武当 怎么该怎么该 我哪怕任督二脉 怎么该怎么该 东亚兵部的叫 怎么该怎么该 你被我一脚踢 快 快快快 用双截棍 你这是传统加现代 我这是正常改变态 好 感谢两位啊 马老师觉得这一段怎么样 配合着很默契 特别是这俩人的 看来是经常在舞台上滚 是不是 不错 因为这豆哥的眼神不错 他能抓观众 这个大褂再长一点好看 横跟子横得不错 我建议你 你换个大褂 你们俩不一定非用一个绳 你穿这个显着你脏 他发黑 感觉就不舒服 对不对 顺骰了 就是说你自来救 知道吗 唱的那就更别说了 他唱得很不错 很不错 对你们这个作品啊 马老师评价还是很高的啊 来看看二位演员的标签是什么 一张彩票挽救的相声演员 这个我们相声演员一般都是被门票挽救的 你们怎么是被彩票挽救的 这个我就说来话长了 我们当时奋斗的这个日子确实很苦 没钱交房租了 都是一仅剩的几十块钱 我们就是比如说啊 今天我们买彩票 明天我们必须要交房租了 我们就要博一博 看看拿这个彩票还能不能留在天津 然后呢 王志伯老师呢 就花了四十五块钱买了一张彩票 精心选号 一个一个选 选完以后 我一看他都选完了 我要买一个 我说来个鸡选的 啊 鸡选选完了 十五块钱 拆对了 然后买完晚上开奖的时候呢 他一个号没中 我中了九百 我就拿这九百呢 加了三百块钱 我就交了一千二百块钱 当时其实要没有这张彩票 可能就留不在天津了 很有可能 听着就挺难的 就说像其实一天演的不少 钱挣不了多少 而且也其实没有什么正式的舞台 除了接旅游团 就是半夜 对 那时候住的怎么样 哎呦 我的天哪 住的就别提了 七楼知道吗 我们住的地方 七楼没电梯 这一栋楼里 只有三户人住 其他的全部都是毛胚房 你但凡这毛胚房 你但凡有个门行不行 他那也连门都没有 就半拉防盗门 我们这一上去以后 这风就开始刮 一刮呢 这防盗门也没有灯 咔哒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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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受得了啊 住在绿皮车里了 而且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啊 结尾 没有暖气 然后房东就说 你们这样吧 你们可以把对门那个毛胚房 那暖气泄下来 然后安排咱们家 然后我们就把对面的 那个泄下来了 结果安了也白安 怎么了 没钱交暖气费 那时候真的是挺艰难 太艰苦了 收入多少 我可能比他还多一点 他五千块钱 我七千 那可以啊 可以 我演的真多呀 我天我这一天我最少 我得演七八个 最少啊 一段二十五分钟啊 各位 很艰难啊 确实很艰难 挣的钱也不算太多 现在怎么样 现在生活的确还算是 特别的好 车也买上了 房子我也买了 是吧 房子虽然说不大 但是里边有暖气 交费了吗 没交费 也没交费 也没交费 虽然当年很艰难 但是一步一步走来 通过自己的努力 还是在生活上 有一定的提高的 对 有改善 当然了 甭说别的吧 反正就是说 我们虽然说很穷 但是各位 我们的确很开心 这是真的 同开心 其实我觉得二位演员 站到这舞台上 说了很多 过去艰难的岁月 大家也看出来 并不是卖惨 并不是说我们当年 多惨我们多苦 没有 他们当笑话 给大家讲出来的 我觉得今天再回忆起来 其实也不失为 是一段财富的经历 对 非常感谢二位 也希望二位 能够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走得更远 好吗 好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